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天下 气货变迁 的确是大不调和 许多的国家 许多有气货不调自然在情 我的家完全被毁坏了 但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家 在未来的未来 它是很好听听所有人的故事 当你见到一个人面前面 你能够明白自己的故事 每个人都在通过 付出的人要感恩 感恩接受的人 因为他献这样的项 来启动我们的爱心 不关心你就一定要带人 带人做我回收 有睡袋 还有一些饼干都要分类分好 一箱一箱装 我们也可以为乌克兰来做一点点 来表达我们慈祭人的心意 希望早日也能够运到这些灾民的手里 看见众生苦 慈悲心啊 入人群啊 在人间呢 才有机会学菩萨道 因为帮助人的心 这是最快乐的心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